在G20登場之前 我們看到中國 他們公布了最新的 這個標準地圖 結果他把很多 具有領土爭議的地區 都納入了自己的一個版圖 要請教朱老師 為什麼要這樣做 沒有錯 這兩個國家 真的是頑袖越誤越重 印度非常的不滿 國土這份真的 大概就是2020年 大陸有印象的話 當時還用狼牙棒打仗的事情 那這個其實幾十年的老問題 可是這一次中國 擺明就是故意的 以前有爭議的 大家可能至少都會標示說 這是有爭議的 但是他現在直接 中國就說這個就是我的 你不要吵了 那為什麼呢 我覺得還是要回到之前 上個月的 南非的金莊會的時候 當時就發生了很多的問題 我們就從當時這個莫迪 印度總理剛到這個南非的時候 就出了一個小插曲 他到底說拒絕下機 為什麼 戰場情況 國家元首來 你這個主辦國應該派對等的 職位的人來 結果我總理你派個部長來 為什麼 因為當時 大陸有看新聞的話 習近平是到那邊有接受 南非總統授勳 當時就在舉辦這個壽薰的典禮 所以總統走不開 好走不開也就算了 你居然派部長 等於說兩個人的規格差好多 對所以引起莫迪非常不高興 他就在飛機上拒絕下機 霸情行為 總理 好那當然事情就很大條 立刻就傳到南非總統的額裡 他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我又不能走 一走就不給習近平面子 所以趕快緊急 只好派副總統去接機 好那這時候 目的就才免為其難 終於下機的 那事情當然不是只有這樣結束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兩張照片 有沒有覺得兩個人 好像情侶吵架以後 不想見面 不想看到對方 因為在這個會議期中 印度就處處就跟你這個中國 這個暢反料 譬如說大家知道這次是金磚 從原本的五國變成十一國了 原本是要到十九國 因為目的說不行 我要訂規則 不能說你說了算 你要誰進來就進來 所以他就訂了很多條件 所以最後只能剩多了這些 這幾個國家 多了五個國家進來而已 都跟這有關係 好所以現在回到 現在換我印度 我要辦G20會議 比金磚會議更重要 你要不要來 習近平說他不去 對習近平說我不去 好來那習近平不去的意義 到底在哪裡 那當然媒體有很多的說法 我們當然簡單的歸納 好第一個 你印度當莊家 我去 你會不會給我3% 故意給我南韓 這基本上很有可能 第二個印度在這次的會議當中 他其實要宣誓很多事情 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要改國名 他要把他原本的國名 印度改成 如果英語的話叫巴拉特 如果從凡文 人家其實凡文 叫波羅多 因為他覺得印度是舊的 英國殖民時期的名字 所以他這一次發出去的通告裡面 直接就已經寫他們是 以波羅多為名 所以他可能要利用這個機會 正式宣布 我要改國名 我不去 第三個 我印度 我中國是大國 我不去 那是不是凸顯你這個會議 一點都不重要 所以在兩邊都有 所以你再回到這個地圖事情 中國發了這個地圖之後 其實印度其實也會反擊 所以印度有網友 做了一個很有趣的圖 就是從印度這邊 一路整個畫畫畫到 連中國出的土地都是他的 所以相信這兩國的紛爭 未來一定還會越來越多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的是 國際半導體開展 那麼接下來這個半導體 到底還有哪一些成長的動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字幕作為 Colin